第六十六集,在纽约公寓附近的那个小球房里,正是最热闹的夜晚。小球房的包房里,有一个五岁的女孩和一个六七岁模样的男孩子在吵架。你知道,我爸爸是谁吗?女孩眼睛圆溜溜的,白嫩嫩的小手拍着球台边沿,是中国台球队的队长,东新城的负责人。 过去的,你爸已经卸任了。男孩拍着小女孩的脑袋,毫不留情的,再次重复一个残酷的事实。东新城,是我爸一手壮大的,告诉你很多次了。 小女孩一别嘴,跑出去,没多会儿,抱进来了一个小凳子。她放下,摆好,又跑出去,没多会儿,再拖进来了一根公共球杆。 她爬到凳子上,将球杆搬上球台,凶巴巴的说,你开球。男孩子无奈地望了她一眼。女孩子才五岁,力气不够大,单独打一个球没问题,想要冲开一桌球没戏,所以每次都要她来打第一杆。 男孩子看女孩这么较真,也没办法,走出去,挑了一根看上去,还算趁手的杆子回来。 想着一会儿被打输了,又要哭,于是把包房里的那扇门给关上了。 包房外,有个人坐在九球的球台旁,在陪着一个白发苍苍的外国老头打球。 两人还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不去看看你的女儿?老人问,那个人不太有所谓,闹着玩呢? 每隔几天就要大吵一架,吵不过就要切磋。 每逢切磋必输,大哭一场,都成了固定游戏了。 外边是暴雪来袭,室内热火朝天,还在有人在大声叫着,要冰镇啤酒。 林一阳坐在台球椅上,在看着表,在琢磨着要不要回去公寓看一看,怎么她还没醒。 这念头,刚冒出来,就看到门口有个小身影,沿着台阶跑下来,满身都是雪,帽子上也是。 她怕自己身上的雪蹭到别人身上,一路走一路让着,摘下帽子,随即环顾求是,在看到林一阳时,笑了。 跑过来的同时,习惯性看那个小包房,果然门又关上了,又吵架了。 她把羽绒服脱下,放在台球椅上,两只手插到林一阳的运动上衣口袋里,被她自然地握住了手。 林一阳点头,天天看这俩吵架是一个不错的消遣。 林一阳自从被江阳套牢在东新城后,用了七年时间将东新城带入了一个新轨道,等运行顺利,刚好江阳宣布退役。 江阳退役当天,东新城就被林一阳还回去了。 林一阳没有一点留恋,照她自己的话说就是,当初是在救火,择无旁贷。 老师离世,江阳伤病,她临时插手顶上,但说到底,她还是喜欢闲云野鹤的闲散生活,打打失牌比赛,教教爱好者们打球,培养培养一些新人,开开不营利的小球社。 这才是她追求的生活。 因为纽约公寓在这里,所以林一阳最后也把这间小球房也盘下来了,练球方便。 孙周跟着搬到纽约这里,华盛顿球房交给了另外的人。 她进来没多久,孙周就冲了热咖啡送过来,英国刚接到手里,就听到一声大哭。 英国险些被枪到,不厚道地先笑了,不知道的还以为不是自己轻生的,但实在是,每天都要哭,已经麻木了。 突然,门被一下子拉开,屋子内的小女孩拖着球杆,满眼。 满脸都是累得走出来。 爸,她说,你从小就打不过她爸,所以我才打不过她,是不是真的? 林一阳正拿着一个巧粉,抹着球杆赶头。 你信吗? 小女孩红着眼,闷着想了几秒,不信。 不信就对了。 她笑,英国把咖啡撒给林一阳,跑过去想给女儿抹掉眼泪,被女儿用手挡开了。 某方面,她是真相爸爸。 闷不吭声用毛衣袖子擦着眼泪,又拖着球杆走回去,带着哭腔说,再来一局。 说完,主动把门给撞上了,把自己亲妈给关在了门外。 英国猛猛地看着门,回头看林一阳,你小时候也这样吗? 林一阳一笑,算是默认了。 她俯身,右手一用力,冲开了刚被摆好的一个菱形。 啪地一声撞开了满桌彩球。 不见断落袋的声,一桌球只剩了三颗,最后连九球也滚到了老人家面前的球袋,应声而落。 九号球直接落袋。 如同当年江阳来到纽约和她见面的那一局。 开球一干,就赢了第一局。 那天,俩人还在聊,英国是哪国人,怎么认识的? 自己还在想,要不要下个表情包,用来和她聊天? 心结打开,重回赛场,兄弟团聚。 那两年真是发生了许多的事。 这一晃多少年了? 她赢了这一局,看向被女儿冷落。 郁闷坐在台球椅上,抱着咖啡,在喝得因果。 低声用英语问老人家,我老婆漂亮吗? 老人家点头,竖起了一个大拇指。 林一阳心情愉快,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半块没吃完的黑巧克力。 没几口,巧克力吃完了,纸钻成团,丢到了角落的垃圾桶里。 她把球杆放到架子上,把羽绒服给英果披上,带你去吃晚饭。 我去叫他们出来。 英果要去叫孩子们。 他们刚吃完。 她说,小孩子吃饭早,刚给俩人吃了披萨和意面,正好喂饱了在球室完,省心。 林一阳搂着她往处走。 大门外,雪大片在往下落,人来人往,行色匆匆。 远近的道路旁,都堆积了厚厚的白色积雪。 林一阳看到有流浪汉在门口避风雪,笑着递出一包烟,指了指球室门内,说了句进去避。 她把英果的帽子给她戴上,用左臂将她搂到了怀里,和她走入了风雪里。 漫天的雪里,路灯一盏盏绵延向远方,照得整个夜空都是昏,黄的颜色。 英果走到一条人行小路上,被林一阳拉到了右侧。 为什么每次你走小路,都要把我拉到这边? 又没有车,也不危险。 这些年冬天来了几次,好像总有这种印象,她会喜欢在小路上把自己拽一下。 每次她都觉得奇怪,但每次一晃就过去了,没深琢磨,也没特地问过。 林一阳只攻欲楼下一个个斜向下的楼梯,怕你摔进去。 原来,你是怕我摔进去。 你以为,是什么? 在法拉圣,第一次她这么做的时候,还以为她是强迫症。 英果望了一眼公寓底下满是雪的台阶,终于又解开了一个多年的谜团。 这个男人,还真是,不问就不说,能闷一辈子。 怎么被她追上呢? 太神奇了,她的靴子不停在一层新雪上,踩下新鲜的脚印,跟着林一阳的脚步,她慢慢地走着,等着她。 她喝了一口白气,偏过头,对她笑,明天去法拉圣吧。 林一阳点头,好,去法拉圣。 她开心地笑了,那个地方对自己很特别,一切都始于那里,那间华人囚房。 就是在那里,她才见到了一个真实的林一阳。 那天,也在下着雪,全集完。